韩国瑜既然已经这么说了 应该大家就要倒着穿 结果并没有这样 这些呢 热衷于在做各种肢体冲突的立委们 仍然穿的是牛仔裤 还有鞋鱼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罗重庆 我们看到啊 蓝绿两边呢 现在的冲突 以及从极大的大事 就是修改法案 转入呢 非常小的细节了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两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一个呢 就是民进党的总召 柯建民 对上了 另外一个杠子头 这就是白银的总召 那是谁呢 他是著名的黄国昌 这两个的梁子啊 两个的梁子 大概已经结了十年以上 可是到最近呢 是已经完全白热化 本来以为 民进党 还有国民党 再加上民进党 这三边的打架了 总该告一段落 不过大家仔细想想啊 过去的这个一个多礼拜里面的打架了 主要的是蓝绿两边呢 在互打 那么白银呢 在这里面所站的角色呢 相对是少得多 这个形象呢 大家可以调画面出来看 事实上差不多就是如此了 也就说光讲打架这个事情或者是互相啊 做肢体冲这个事情呢 基本上是以蓝绿两边作为主要的调子 现在呢 局面上是蓝绿两边呢 基本上已经没必要要打了 而且啊 这个立法院的院长韩国瑜还直接说 请大家 尽可能在开会时间啊 是不是呢 就穿正式服装来 什么叫正式服装呢 大家听得明白 其实正式服装讲的就是西装领带 再加上皮带西装裤皮鞋 如果是女性啊 就穿的是裙子 或者是裤装也不要紧 但是至少穿的是高跟鞋 总而言之 正式服装其实大家都懂的 以往在台湾呢 这些正式场合 其实大家都得穿正式服装了 而且啊 在所有的社团活动里面 也规定的是要穿正式服装 作为所有的社团呢 就包含比如说 服人社 狮子会 青山会 同济会等等 他们的所有活动呢 你都得穿正式服装 这可是他们内部的明文规定 所以啊 在所有正式场合里面呢 你如果是男人啊 内截西装 恐怕是非戴不可 没有西装 你首先也得打上领带和衬衫 这个事情 真还是不能免 那么当然有很多人习惯性的 是要穿 比如说是圆领衫 或者是Polo衫 这个呢 如果你已经是比尔盖茨这个级别 或者像华人轩这个级别 来自于像张龙 这个张龙发 他们以前啊 这种大财发的级别 但他现在不在了 或者是像啊 以前王永鑫那个级别 当然他爱怎么穿是怎么穿 因为他就总裁嘛 或者你像是现在的这些集团的 这些大老板 比如说吴冬进的这些 你爱怎么穿 他都叫吴冬进 可是啊 如果你的年龄档次呢 是在70以下 而且你的社会地位呢 不在这些所谓的名人之地 那就请注意了 请 按照正式服装来穿着 立法院这些113个立委啊 他当然是 所谓的 整个朝野里面啊 最重要的民意代表 既然是这么重要的民意代表 那能不能啊 就按照正式服装穿呢 韩国瑜既然也已经这么说了 应该大家就要照着穿 结果并没有这样 这些呢 热衷于啊 在做各种肢体冲突的立委们啊 仍然穿的是牛仔裤 还有布鞋 那么讲一句良心话 过去呢 有没有这种习惯呢 有 但是呢 基本上主要就是布鞋 因为有很多人啊 穿着皮鞋觉得不舒服 走来走去呢 还是布鞋好一点 但是呢 哎 还是不至于穿上牛仔裤的 但是现在情况 已经就变成这样了 那么怎么回头来说 柯建民和黄国昌 他们两个人怎么呢 他们本来啊 从排队 黄国昌骂柯建民插队 结果呢 这时 台南的郭国文的冲突 跟他冲突了 最后啊 还造成 这黄国昌啊 被打了脸弹的事件 就大家记忆犹新 而且 还在最近的时间里面 也就是啊 盐犹在尔或者是生犹在尔 或者是他的脸啊 可能还热着呢 这回啊 才刚刚发生完了 雾九 我们看到呢 又有另一种事 那这是友人啊 在立法院的某个休息室里面抽烟 这个友人呢 黄国昌就直指啊 是柯建民 那么柯建民抽烟 偷了大事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啊 传说 他曾经啊 去某一个候选人家里面啊 等着候选人回来 结果这个候选人呢 就一直还在外头咯 结果呢 他独独抽了 两三包烟 所以这个人啊 待在他家里头啊 光是把他家的这个墙壁啊 可能都熏得了发黄啊 显然啊 柯建民 他的烟影是特别大的 不过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烟影还这么大了 还能保持一定的健康 并且还活泼乱跳 这也是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 这个现在在台湾的氛围里面啊 对于抽烟是非常不受欢迎的 非常被待见 那么 在立法院呢 就更是如此的 因为台湾有个董事 回到基金会 他们呢 非常强调了 就是要经验 而且要把烟给赶出去 认为烟啊 确实是有害于人生的 当然从医学报告上 也是如此了 那么基金会就是 你如果作为民意代表 你最好还是别抽烟 不然抽了以后 经常就被人家检举说 哎呀 你没有以身作则 现在甚至在台湾啊 在旗流底下 通通不准抽烟 你必须占到啊 这个非旗流地方才能抽烟 也就是在光天化日里面 才能抽烟 换句话说 你的排烟就必须要跟街上的这些汽车 是一样的排法啦 所以呢 现在对于抽烟 特别是在室内里面 管的是非常严 甚至有人在自己家中抽烟啊 都被邻居检举说 你这个烟啊 扑到了别人的这个家里面去 这一说 透过通口啊 给流到别人家里面去 这还真麻烦 也就是说 看抽烟的规定 真的是非常复杂了 既然是这样啊 那我们就来看看 柯建民被黄国昌 说抽烟这个事呢 是可大还是可小呢 哎 事情啊 真的是不算小 可是呢 也不能说非常大 局面是什么 局面是立法院呢 透过相关的调查呢 必须要开法 因为如果真有人检举 而且黄国昌还不是一般人 他呢 可是民众长的总招 这下要去罚柯建民 柯建民那就关火了 根据我们知情的朋友 和柯建民通了电话 柯建民是非常火大 这个火大看起来 他们已经形成了 两边真的是没办法融合 没办法融解地步的 因为到这部来 连抽烟都被揪出来的话 那别的事就不用说了 如果是钱呢 或者如果是有些法规 你有任何 叛章妄法的地方呢 这当然就非常妙 看起来 民众党和民进党 特别是在柯建民 和黄国昌领军的情况之下 两边要人妥协 应该不论 在这边